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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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 講給教育局的官員聽 今早我看新聞 看見教育局上載一篇文章 就是講 粵語不是我們的母語 我不講學術 我也不是針對那位學者 而是針對教育局的你 引用權威失準和後面的動機 我翻查中大局網頁 那位學者宋恩喬先生 他是一位內地學者 全部研究著作都是普通話 這一篇研究粵語都沒有 而他 夠勁 就說粵語不是我們的母語 拒勁他的事 教育局為什麼又這麼勁 夠膽死去引用他的觀點 香港沒有研究粵語的學者嗎 中文系、語言學系、教育學院的學系 就連教育局裏面的課程發展組裏面的中文組研究粵語的同事 一連串水蛇春這麼長 你不引用他們 引用權威失準之一 知意 知意 港學學 宋先生 不沒有博士學位 只是擔任名譽 專業顧問 喂 我們研究粵語的學者 有博士學位的常任老師 教授們 港師們 你不用 你棄用香港的學者 引用權威失準之意 再說 幾年前教育局在他的網頁上載了 寫了一句 廣東話不是 官方語言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他刪了 注意 他不是改正的句子 他是刪除了句子 你看 這些一連串的 失誤 一連串的持續性的行為 用法庭用語 就是 顯示背後有強烈的動機 動機 不是矮化粵語 就是 壓抑粵語 接著我再做一下功課 我看看 2017年 國務院的一些 文件 他就有這樣的呼籲 讓我看看 大力俱廣和規範 使用國家 通用語言文字 保護傳承 謊言文化 嘩 他說要保護傳統謊言文化 現在教育局一句 粵語不是母語 根本就是分化 怎樣去保育 承傳謊言文化 這樣 還怎樣去愛國愛港 我罵完一輪 當然要提供糾正的方法 改正很簡單 例如 你引用 中大中文是前高級港師 歐陽偉豪博士所說 粵語是我們的 沒有魚 沒有魚 麻煩你 我小年貓就覺得 如果沒有魚是貓魚就好了 那我就不用學月魚了 另外 引用我的資料 所得 李白都是講月魚的 因為 因為月光 是 月魚 月亮 是過魚 究竟月光是幾時出來呢 那大家就要看一下 李白 那個不知道什麼 的夜市 另外 大家覺得 母魚 是怎樣呢 你都可以留言 不過我閃電貓就知道 我媽媽餵我的 就一定是母魚 因為媽媽餵的 就是母魚了 多謝收看 在五月二號紛紋 拜拜